美国北卡罗兰娜州小镇温盖特 又发生恐怖的货运列车意外 一列货运列车在一个铁路道口 猛烈撞上一辆卡在 卡在铁轨上的半挂卡车 卡车被撞成了碎片 画面害人 而且单单是今年同个地点 就已经发生了至少三次这种事 从目击者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到 星期四当天货运列车猛烈撞上卡车 然后继续快速行驶 现场传出了巨响尘土飞扬 撞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不幸中的大幸事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涉事卡车运送的是砖块 没有危险不治 不过警方意外发现案外案 卡车的驾驶座位藏有毒品 卡车司机随后被逮捕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今年1月就有两辆卡车 在一个星期之内 在同一个十字路口 遭遇类似的命运